再來我們來看看 回過頭來看看您的寶物 是 這個也很沉 這個很沉 這什麼材質 銅 銅的啊 銅的能做到像這樣 是 這倒是讓人驚豔 這是一個雕塑 是 雕塑品 我說動物你要做得像 不容易 是 它要做得很好 很沉 這個物件 這個大概是在我民國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我有一次 因為去大陸 大陸我就不講什麼地方 它有一個湖很漂亮 是 那然後他們有一塊地 剛好是他們政府的預定地 是個高爾夫球場 那我就找了澳洲的一個 專門做這個 Metanis 就是維護球場 然後幫我介紹了美國一個 很有名的設計師 他是第二代 父親就是很有名的設計師 然後來為這個場地設計 那後來要去幫這個 高爾夫球場建設的時候 我到香港去 對 因為就是香港去 香港有一個專門做國際貸款的 一個公司 那結果這個公司的總經理 就帶我去看賭碼 然後我們在聊這個事情 看完賭碼之後 晚上請我吃飯 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先閒逛 是 那結果逛街的時候一看 我們下午去看了賭碼 然後這樣一看 又看到這匹碼 放在櫥窗裡面 我覺得很有緣分 那我在想說 唐朝的這個陶庸碼 然後這個完全就像 唐朝陶庸碼 我以為是陶瓷的 是 其實那店裡面一看 這麼重 銅的 那我心裡想說緣分 今天好像都跟馬有關 對 所以我今天心裡想說 那 就把它買下來 不收不行 多少錢買下來 這個馬我記得 好像是在 十萬塊錢 台幣嗎 對 台幣 一十萬塊也不便宜 是 像這種雕塑品 它是一種藝術 對 就是說它把它自己的概念 放在這個雕塑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利與美 就是說它有力道的問題 是 比如說 我們就 做了一匹馬 這匹馬如果沒有力道不行 所以它有筋跟肉 你看它這個地方 筋跟肉 對 然後另外叫眼神 耳朵 這個就代表它的那種精神 馬嘛 就一定有這種氣勢 是吧 對 那另外就是說 要在注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必須要先做模具 適合先做模具 這個不是泥巴呢 用捏的 對 做模具呢 還是做完壞掉了 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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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完全合適 這個就需要一個 很長的這個時間 另外做完以後 它還捨得把模具毀掉 不要大量複製 這個就是重點 所以我們來看 它這個地方 有一個作者 作者在這邊 有一個作者 這裡 它有一個作者 下面是比較空心的 所以它這個上面 並沒有寫到限量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評估 這匹馬 它是藝術品還是商品 重點來了 你認為它是藝術品 還是商品 如果說是藝術品的話 它就有一些 藝術上的一個特色 藝術特色就是 第一 風格 這匹馬跟一般的馬 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重點對不對 馬說表現出來的 力與美 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就是說 這個作家他到底 想表現什麼 我們看出來了沒有 對 你看不出來 你不是說這 這就是一個 我們講 什麼叫藝品 我們壓個在買到 藝術不同自招 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匹馬 標準它就是一個商品 商品 商品 為什麼呢 因為馬的各種型態都有 但是它要表出來 一點意境 我們看不出來 那我們看不出來 然後它還塗了一些泥巴 我覺得這就有一點 畫舌添足了 對不對 好的藝術品 幹嘛要有泥巴呢 這個有一點就是說 意思就是好像從 從這個出土文物上面 來看這個事情 但是做這件蠢事的人 也不是這個作家 所以這就是想說 本來有一個藝術品 然後就被人家故意 把它搞成 古董 男不男女不女 這就是它的敗筆的地方 所以這個藝術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馬的整體塑造 精神各方面都有 但是它要達到 藝術品的境界 在我們的看法上 單缺一個就是它整體表現 我們看不出來 這個跟我看的那個感覺 跟你的想法 我們有一點差別 就是因為這個唐朝做這個陶庸馬 它是因為漢朝的時候 因為漢武帝 因為它把馬因為雜礁 因為它引進更好的馬 所以是匈奴蒙古這邊引進了 所以這個漢穴馬 所以我當初在看這個銅器的時候 我覺得它跟陶庸馬 剛剛你講的 肌肉 眼神 這些東西那個感覺 是 那而且對我想說 唐朝而且那個時候的銅器 已經其實很發達 但是它那個時候 大概都是陶庸的東西多 那但是是一個銅的 所以我就覺得蠻稀奇的 所以我才辦法買一下 是 我們來看唐代的馬 那真是有講究 那個唐太宗李世民 他有十具馬 就是他唐太宗一輩子打過的仗 他自己沒有被射過一次劍 但是他的馬 你看 各個都是身上都劈了很多劍 是 所以唐太宗就愛馬成癡 他的馬 你看那個唐三才的馬 馬一定有怎麼樣 一定有龍 就是這叫馬的龍 然後再來一定要 馬中 馬中一定要鞭 馬尾也要鞭 馬尾一定要是短尾 這個 這個是這個唐代馬的一個特點 那我剛才說看不出這個馬的 這個精神內涵的原因是 這個馬有點像在拍賣用的馬 您看這個馬這樣看 像不像牽出來拍賣的 他沒有動作 你懂嗎 他沒有動作 可是你去看唐太宗的十匹馬 他的動作就給人家感覺 你比如說有一匹馬叫做煞蜂 那個馬就是低著頭 就意思就是說 這個很無聊的意思 所以他前置還有一點彎曲 然後有人幫他刷背 我覺得藝術品是要展現出 它那個內涵是什麼 是 不是說就橡皮馬 橡皮馬不如照相 沒有比照相還像 懂了 懂了 所以這個這應該用從這個意思來看 當然而且唐代的銅製藝術 還沒有那麼精煉 因為這個銅是精煉銅 是 是用電解精煉銅 電解 以前也沒這個技術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匹馬 好不好 來 請見價 三萬五千元 是 但是我相信他也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低端的作者 並不是很高端的 所以這匹馬才會變成人家拿去做 做一個所謂再次的這個 擦絲鹽粉 變成一個古董 感覺上是這樣 明白 其實這一件我來看 它本身就是一個鑄膜的防品 鑄膜防品 這個就好像是 我們北京奧運的時候 北京奧運的時候有一個 中華第一龍 是 叫做座龍 你有看過龍坐著的嗎 就是這個座龍 那這個座龍怎麼來的呢 它的原始的物件長這個樣子 它就是坐著 其實是那個座龍 它有分左右兩支 大年就是我們那個皇帝出巡的時候 他的車子上面 這兩根槓子上面要有 兩支座龍 就是那兩支座龍 那這個座龍怎麼被發現的呢 這個一個農民 他因為他想要蓋一個倉庫 然後缺少磚 那想說村頭那邊 有一個古老的那個城牆 那個磚 他晚上去偷 偷了之後 一聲就這麼大 不是很大 十八公分高 就掉下來 然後天氣昏暗 天色昏暗 他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就帶回家 然後磨磨叉叉之後 發現說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就一支銅的 然後下面還有四根釘子 就是要坐在那個鏈 因為那個是木頭的鏈 那個槓子上面 所以他也 他發現說 這個一定是老東西 他也不敢要 就捐到那個地方的 那個文物中心去了 給他十八塊的那個獎勵金 後來證實 這個是中華第一龍 所以北京奧運的時候 就在門口有這個坐龍 兩支 然後有很多人去買那個什麼 複製品 是 就跟這個一樣高的 十八公分高的 複製品帶回家 你這個就是那個東西 可能是大量的複製 是 大量複製 沒關係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連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可是 pues i niveau 微熟 這很簡單 剛剛 剛剛 � 之後 後